裡面的軸子如何拆除 如何安裝 首先先把這個蓋關掉 把蓋關掉 記住這些瓶子要安裝好 這裡有些東西要注意 擦出來的時候 是要逐支逐支拆 這裡是兩隻耳朵 現在會詳細講解如何安裝 有點辣度 把它拆出來 沖洗 我會給你一支菜油 到時候你每天洗完機開工時 都要噴一噴菜油 我會給你一支 插出洗 這個可以拿出來洗 這個也可以拿出來洗 現在當作洗完 裝好了 這裡有兩個洞 這兩個洞 對準的位置 扣好了 扣好了 接著就安裝那四個洞 安裝那四個洞 要注意 一定要安裝三個洞 之後安裝這兩隻耳朵 接著再安裝 再安裝整個洞 首先這個 這支頭 就是對著左手邊 右紋 右紋 裝在下面 粗紋 裝在上面 首先不要鎖 先不要鎖 先安裝 這裡 這裡 要花一點時間 這裡 要花一點時間 放這裡 先安裝這三個洞 先安裝這一個洞 粗 粗 再安裝這一個洞 這樣安裝三個洞 接著就安裝耳朵 放進去 放進去 這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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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對著自己 這樣 輕力 這樣 可以先安裝 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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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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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安裝 先安裝 前非安裝 現在安裝 確實在安裝 這個洞 沒有安裝 稍微保管 汽車 前夕 habil 完全不油 这支最终之后 這樣 這樣鎖好 鎖好四個輪子之後 看有沒有鎖好 這兩個輪子 這兩個鐵扣鎖兩個輪子 後面兩個鐵扣鎖兩個輪子 鎖好之後就要開機試試看 我們現在就拆回這些東西 首先這個就裝進去 這個有兩個環 這樣鎖住 接著就吸這個 接著呢 就 吸那個安全渣 這個 吸回安全渣 裝完東西試試看有沒有裝好 因為裝不好都會卡住 卡住會劇劇聲 現在就試一試電 看看 在這裡 耐久的 鎖夠 就來 鎖子 熟悉 鎖子 鎖子 就能夠